嗨 大家好 这里是莉莉英语系列之托福八千词会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第86组单词叫牙齿系列 牙齿系列来自于哪个词根呢 叫Dent Dent的作为词根讲是牙齿的词根 咱们看一下跟它有关的有几个单词 好 请看几个单词叫Denture Denture你们认识吗 叫假牙 它作为词根讲是牙齿根 URE是个名词假牙 对不对 比如说在托福中曾经考过篇文章 叫华盛顿的假牙到底什么材质做的 有说是树皮做的 有的说是象牙做的 对不对 最后讨论了许久 那么自信散无定论 所以如果就Denture这词你不认识的话 OK 那篇假牙的文章你就很难理解它了 是不是 其实假牙呢 还有种说法叫False Tease False Tease 这个False呢指的是错误的 是不是 但是呢 还有一种作为七七片性的假 也叫False Tease 对不对 大家知道这个False呢 来自于呢 西大词文化 中的一个小仙女 叫False Hold False Hold 那么它表示什么叫虚假 好 这个小仙女呢 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小仙女叫Truth 好 叫做世实 好 那么他们俩呢 有一天去河边洗澡的时候 当时呢 在河边洗澡 那么False Hold呢 先上岸了 他发现呢 世实的外衣非常漂亮 于是呢 穿上了世实的外衣 好 那么到处走 所以你看虚假东西呢 看起来总的那么像真的 总是那样的美好 对不对 因为他穿上了世实的外衣 好 而Truth呢 上岸以后呢 发现自己的外衣不见了 那么只留下了虚假的外衣 他看了半天 他不屑穿虚假的外衣 所以呢 我们说 世实往往叫赤裸裸的事实 好 所以呢 叫Truth 所以呢 你发现事实呢 让人很难接受 对不对 但实际你得承认 好 那么它确实是个真事 好 叫做赤裸裸的事实 好 叫Naked Truth 裸本的事实 好 那么大家知道一个人呢 把事实总的说出来 对不对 新闻什么人呢 叫真诚的人 叫Truthful 对不对 像莉莉一看就知道是一个Truthful 叫真实的人 对不对 所以呢 有个人叫做Truthfulness 叫真诚 就是它了 好 False Hold呢 叫欺骗型的甲 虚假它了 叫False Teeth 好 Denture 你大家说到这里 False Teeth也叫Denture 好 新闻Denture叫做Dentist 叫什么呢 叫牙医 对不对 那么I.S.T.呢 表示是人 好 研究牙齿的人是叫做牙医咯 在美国呢 什么职业最赚钱呢 牙医是最赚钱的 有人说 为什么呢 因为老外呢 喜欢吃甜食 你看老外吃完饭以后 餐后来一块小甜点 对不对 说明呢 物质极大丰富的一种体现 是吧 所以呢Dentist 牙医特别赚钱 在美国呢 你在任何家饭店吃饭的时候 都不会吃不饱 量大到吃到极限的状态 那么你到美国呢 任何家厕所 对不对 都提供了足够的纸 也就是呢 在美国纸还是挺贵的 你在超市去买纸的话 要比中国纸贵很多 但是呢 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提供纸 那么说明这个地方呢 就是物质比较丰富的一个地方 我记得莉莉当时呢 是在美联航的飞机上 那么当时特别渴 我说给我来杯可乐 那么当时那个空姐看了一眼 给我倒了一大杯可乐 像我说 那个再给我来一点可能吗 我有点可 那个空姐说 好吧 把这大腿都给你吧 我当时就崩溃了 你看物质是多么的丰富 是不是 在美国呢 经常很多人去吃什么的叫补费 好 补费你们知道吗 它表示的是叫做自助餐 对不对 大家知道自助餐呢 在美国是穷人吃的东西 因为饿了几天以后 对不对 去吃一些补费 好 那么在中国呢 吃自助餐 比如说金钱帽等等 往往是中产阶级才能消费得起的东西 而事实而言 美国的中产阶级呢 指的是年收入在5万美金以上 其实我们很多北京的家庭呢 收入的都超过了5万美金以上 但是呢 我们吃的很少去吃 金钱包 为什么呢 因为一餐200多块钱 在中国呢 这种补费呢 就变成了一个高档产品 所以中国和美国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比如说你们吃的哈根达斯的冰淇淋 对不对 那你会发现呢 在中国呢 变成了一个高档产品 在美国超市里呢 一块美金一杯 好 你想老外一个月呢 赚个3000美金左右 对不对 那么花一块钱吃个冰淇淋太便宜的事 所以是最便宜的东西 但中国呢 咬CB变成了一个小字的代言 那么中国的那个 叫做哈根达斯店呢 也弄得相当的豪华 发现没有 对不对 两种不同的制度 所以老外喜欢吃甜食 所以在国外呢 牙医非常的赚钱 所以各位同学 你如果是学牙医专业的 出国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那看一些名单词呢 叫做Dental 对不对 叫牙子的 因为以AL结尾的呀 往往是个形容词的后缀 所以呢 单头叫牙齿的 对不对 这单词叫做E-Dented 对不对 来自哪个词呢 你看一下 来自于Dented呢 表示的是牙齿的词根 好 一表出 AT表示的是动词 好 把你的牙齿拔出去 但本题中不是动词 这个单词叫做E-Dented 表示的是没有牙齿的 所以叫无耻的动用 比如说 叫做死以兽 对不对 就是个无耻的动用 没有牙齿的 小鸡快跑那个小鸡 对不对 那么也应该算无耻的动用吧 对不对 叫E-Dented 新名单词叫做E-Dented 对不对 Dented呢 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 叫做牙齿 好 I-M表示这种牙齿的状态 所以呢 E-Dented表示 巨齿突凹不平的 巨齿突凹不平的 那么看 新名单词叫做Rodent 对不对 那这次呢 来具体呢 ROD表示的是咬 你看ROD 作为词根讲 表示的是咬 对不对 后面是个牙齿 太重 那么一个不一个不断咬的牙齿 用牙齿不断咬东西的小动用 它表示什么呢 叫涅齿的动用 比如说老鼠 对不对 它就是个涅齿的动用 鸭齿呢 它会呢 如果它不抹牙的话 鸭齿会终身生长 包括荷兰鼠 对不对 它也是涅齿的动用 像莉莉曾经养过荷兰鼠 那么荷兰鼠呢 你会发现 它特别可爱 因为那一把瓜子的时候 对不对 它会这样 瞬间不见了 对不对 再看它脸特别大 都藏在腮帮子两边 在没人的时候呢 把它一个扣出来 嘎巴嘎巴地扣一下 吃掉它 对不对 把它一起背 那么咱们说呢 热呢 这点热的表示咬 所以有个单字叫做 以热的 认识吗 它表示的是 叫做水土的流失 叫以热的 我跟大家讲过了 DE和D和S同源的 所以呢 以热手叫做流失的 对不对 名词叫做以热身 是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 ROD呢 表示的是咬 对不对 COR表示的是共同 共同的咬掉一块 谁呢指的是 腐蚀 叫做咳肉的 它在形容词的 咳肉 名词咳肉 对不对 叫腐蚀 流失 好 都是它 所以呢 把这几单词呢 放到一起背 来至于ROD表示咬 DENT表示的是牙齿 所以我们的第86组单词 牙齿系列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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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